而嘉義縣有一名女子 她因為偷東西被通緝 三年來帶著兩個女兒 到處流浪躲來躲去 躲到最後還是被查到了 進了派出所 三歲的女兒很不知道 到底怎麼回事 問警察伯伯說 為什麼要把媽媽抓走 媽媽坐在警局裡 就讀國二的大女兒 在一旁不斷低頭哭泣 想到媽媽即將入獄服刑 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小女孩一想到媽媽 即將入獄服刑 非常不捨 然後因為她是 就是因為太想念媽媽了 才從台北辦休學 真的很下雨跟媽媽相聚 看見女兒落淚 媽媽難過的忍不住哭了 警方說這名陽性女子 因為偷竊罪被通緝 三年來帶著兩個女兒 到處流浪 借助朋友家 日前遠景在路上領檢 抓到她一髮一送 陽性女子臨走前 不時拍拍女兒的肩膀 因為她還有一位 三歲的妹妹要照顧 要將近一年的時間 沒辦法餵小女兒來吃飯 所以特別讓我們買個便當 供她餵一下女兒 陽性女子離開前 還餵小女兒吃了最後一次飯 母女情深動人 但礙於兩名幼女無人照顧 警方已經聯絡社會局進行安置 中天新聞侯國文 黃沛如嘉義報導